巴菲特说 自从遇到了查理芒格 我才真正从源变成了人 这句话揭示出查理芒格对巴菲特的投资思想影响很大 那句 宁愿以比较贵的价格买入伟大的公司 也不要以便宜的价格买入差的公司 就是芒格对巴菲特说的 所以巴菲特当时恍然大悟 不再用以往检验地的投资方式 而是选择买入伟大的公司 这才成就了巴菲特的奇迹 芒格本是一名大律师 当时在他们的故乡 奥马哈 有一位年长的女性对芒格很是欣赏 就为她和当时在当地名声倔起 年仅30岁的巴菲特安排了一场晚宴 在晚宴上 巴菲特立刻被芒格吸引了 巴菲特回忆到 大约五分钟后 查理被自己讲的笑话斗得在地板上打滚 这和我做得完全一样 我当时就想 我不会再找到像这样的家伙了 我们一见如故 接下来的几年里 巴菲特一直在邀请 甚至可以说是恳求 芒格进入伯克希尔公司与他合作 最终 1978年 芒格加入巴菲特的团队 人类历史上最赚钱的投资伙伴关系正式开启 所以要完全了解价值投资 我们就要了解巴菲特背后的男人 查理芒格的投资理念 大家好 这里是赵雨霞 一个让你看到金钱真相的频道 对了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免费获得 由智慧藏书送出的电子书 穷查理宝典 记得看到最后哦 我们马上开始 当你突然得到一大笔财产 而你想拿它赚钱时 你该怎么办 投资的悖论是 低风险是以低收益为代价的 而高收益则是以高风险为代价 那么你该如何选择呢 有时候 更重要的因素是等待 芒格说过 投资需要你拿着钱坐在旁边 什么也不要做 如果我忙于追逐各种平庸的投资机会 那我可不会取得现在的成就 作为一名金融专业人士 我所做过最好的投资 就是投资那些我理解 喜欢使用 相信有着广阔未来的产品 更直白的说 我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者 我还是一名忠实的用户 不幸的是 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天天都有的 让钱赶紧生钱的冲动 会让你跳进无底的深渊 你只需要等待 我给你举个具体的例子 我当时手里有一大笔钱 而我让他闲置了差不多18个月 这18个月间 我有很多次投资的冲动 但我还是选择等待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这让我激动不已 我选择投资Mesh公司的IPO Mesh公司旗下的在线约会应用 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 比如Tinder Plenty of Fish等 我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 我喜欢他们的产品 我最近刚离婚 发现在线约会这种APP 我相信在线约会有着绝好的市场前景 并愿意为此下注 到今天 他涨了近10倍 要警惕自己 如果不是早已做好充分的准备 机会出现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勇气去抓 芒格又举例过一个例子 加州曾经有一家非常大的投资咨询公司 为了超越其他通行 他想到了一个点子 他们是这样想的 我们手下有那么多今年彩俊 各个都是沃顿 哈佛等名校毕业的高财生 他们都为了搞懂公司 为了搞懂市场趋势 为了搞懂一切不遗余力的拼命工作 所以只要让这些青年财俊 每人都拿出他认为最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我们把所有最好的机会集中起来形成组合 必然能遥遥领先指数 他们满怀信心的付诸行动 结果毫无悬念的一败涂地 他们又试了一次 一败涂地 他们试了第三次 仍然失败 我们从来没天真的以为 把一批青年财俊召进来 就能无所不知 无论是摊罐头 航空航天 还是公用事业什么的 都能比别人懂得更多 我们从来没这么妄想过 假如你去问巴菲特 同样的问题 告诉我你今年最看好的投资机会 然后你买入巴菲特找到的最好那个投资机会 你肯定能赚翻 巴菲特不可能妄想无所不知 他告诉你的 只会是一两只股票 投资机构雄心勃勃 巴菲特更知道要克制自己 大型投资机构里的那些人 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自以为他们研究一百万个东西 就能搞懂一百万个东西 巴菲特经常说 一个人居住在一座星星巷龙的小城里 他有这座小城里三家最好的公司的股份 这么分散还不够吗 只要这三家公司都是顶尖的 绝对够分散的 你的胜伤越大 成功的概率越大 你下的柱应该就越大 王哥说 你不需要什么都学 如果你有胃病 你愿意花钱看肠胃钻科 还是愿意花钱看一个牙医兼肠胃科医生 玩好投资这个游戏 关键在于少数几次机会 你确实能看出来 一个机会比其他一般的机会都好 而且你很清楚 自己比别人知道的更多 只要抓住少数几个机会 就足够了 有位年轻人去拜访莫扎特 他说 莫扎特 我想学教响乐 莫扎特问 你多大了 年轻人说 我二十三 莫扎特说 你太年轻了 写不了教响乐了 他却反论 可是 莫扎特 你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教响乐了 莫扎特回答道 没错 可我那时候没四处问人该怎么写啊 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 来描述经济个体的虫种跟风心理 因此 羊群效应就是比喻人都有一种虫种心理 虫种心理很容易导致盲虫 而盲虫往往会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 人类总以为自己的智慧远远高于动物 可事实是 在日常生活中 羊群效应很容易出现在我们身上 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进行投资的时候 很多投资者就很难排除外界的干扰 往往人云亦云 别人投资什么 自己就跟风而上 股市就是羊群效应的多发地 股市的财富效应 让许多人觉得遍地都是王金 关键就是你的眼光和信息准不准 散户共有两个共同的心理 一 宁可犯错 也不能错过 盲目迷信各种来源的小道消息 第二 是盲目崇拜所谓的导师 事实上 对于处在信息不对称 和市场略似的散户来说 要想成功地连续跑赢机构和大盘 并不那么简单 很多在公开场合 经常吹嘘自己投资如何成功的人 往往挑选的是自己一部分成功投资的亮点 在大家面前炫耀 有的人都有过一些成功投资的经历 但是对于自己投资失败或是不足的经历 他们就很少向朋友和同事们透露 因此如果当你遇到这样的投资高手 切勿因为他们的自言偏语 就觉得别人总是赚钱比自己多 赚钱比自己快 而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心态 要记住 任何投资行为都存在一定的奉献 投资者只有在了解自己 了解市场的基础上 做出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 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行为 任何盲目听从他人意见 或跟随导师的行为 非但不能降低投资风险 反而会给自己的投资带来更大的损失 其实这就是要看懂未来的大局势 从前的芒格和巴菲特根本看不上科技股 但不可否认 科技领域是目前的趋势 伯克希尔从2015年开始买入苹果 除了2020年短暂减持过一些之外 苹果一直是他们最大的重仓股 根据2021年巴菲特在股通大会上披露的数据 伯克希尔对苹果的持股率大概是5.3% 若以1月3日每股收盘苹果的市值计算 这5.3%的股权价值1590亿美元 相比于巴菲特的成本400亿美元 5年多的时间就大赚了1200亿美元 有意思的是 在前年的股东大会上 巴菲特还自我检讨 2020年卖出了一部分苹果股票 这可能是个错误 查理芒格对此表示赞同 认为巴菲特做错了 芒格对于苹果公司的评价也很简单 苹果公司是非凡的公司 产品受到全世界大众热爱 有忠实的粉丝 客户满意度可能高达99% 苹果的品牌和产品都是非常优秀 利润率也非常高 这些特质对于科技圈的人一点都不陌生 再看看手机行业中 每年都要出几条战胜苹果的宣言 结果苹果还是那个独孤求败的苹果 当然 发现苹果公司这样的价值公司并不难 但是问题在于 99.99%的人都做不到长期持有 尤其是那些每天关注股价涨跌的职业投资者 能够对大涨大跌不心动的人 几乎是万中无一的 柏克希尔持有两只超过25年 并且非常有名的股票 那就是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 可口可乐是柏克希尔投资最久的股票 持有总共4亿股 自1988年以来 可口可乐就是该公司投资组合成员 该股的成本仅是每股3.25美元 最近的收盘价为64.51美元 因为这柏克希尔的投资增长约1984% 这还不包括股息在内 总共赚了超过20倍 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 市值282亿美元 目前占柏克希尔投资资产的8.1% 众所都知 柏克希尔的投资组合 自1993年以来 就已持有美国运通股票 它总共持有1亿5,160万股 美国运通最近的币市价是171.01美元 而柏克希尔的平均成本 仅是每股8.49美元 这简直是超过2014%的涨幅 芒格虽然投资不多元化 但是他眼光独到 而且非常有耐心 在股市每日上下波动千动人心之际 买一只股票收割十几二十年 没有几个投资者能够真正做到 芒格在一场研讨会说 我虽然今年已经98岁了 但我这一生也就投资了三个公司 一个是柏克希尔 一个是好事多 最后一个是与里路合作的基金 你不需要投资很多东西才会变得富有 最成功的投资是买柏克希尔的股票 我当时以每股16美元的价格支付 现在的价格每股几乎是30万美元 当然 这笔投资花费了很长时间 是一笔长期投资 我喜欢柏克希尔的工作人员以及文化 我喜欢和我一起做投资的人 我就在那里坐等长达50多年 整体来说效果很好 这是我非常满意的一次投资 对于查理芒格的投资理念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点赞让我们知道哦 对了 如果你想免费获得这本由智慧长书送出的 价值9.9美金的穷查理宝典的电子书 在你留言和订阅我后 去私讯我的IG 我的团队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给你了 而这项优惠只开放给前10名的粉丝 先到先得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这里是赵雨霞 订阅我 让你迅速看透更多金钱真相 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 拜拜